他看超恐怖 堅持器拍下 紅色轎車突然爆衝 撞進加油站 收銀間整間位移 超驚悚 沒有 它突然放慢 然後又突然踩樓 你看 你看 他到底在幹嘛 紅車一開始慢慢嚕 無預警突然加速 是把油門當煞車踩嗎 狠狠撞進加油 到剛好卡在中間 加油機躲過一截 不然就要出大事了 因一時恍神 操作不慎 左姓並會撞斷加油機 亮成火警 路主也有驚險瞬間 兩台機車碰撞 連人帶車翻滾到大車輪下 還被拖行摩擦嚇死人 這居然還是起連環狀 後面往前倒 後面機車先撞倒行人 又失控撞上前車 雙雙側翻 害人摔進大車邊 差點就要出人命 其實右腳骨折 送往高雄義大醫院醫治 畫面曝光網右驚呆 行人並行走還真有勇氣 大車差一點又被污名化 還被爆出中山路省道 根本是違規熱區 短短半年就被抓包 1483件交通安全堪憂 小港則有連結車翻覆意外 貨車橫倒躺在路中間 車頭折甘蔗 衝進施工地 高高卡在樹叢裡 監視器遠遠看見 撞擊瞬間整片煙霧瀰漫 因閃避車輛 不慎查中島路邊的施工圍欄 並衝入施工區 騎車沒注意撞翻女高中生 又急落前車 差點就被大車告貴 驚險瞬間讓人冷汗直流 戴鴨神帽的黑衣男子 在剛蓋好的大樓頂端奔炮 一個個騰空瞬間 讓人捏拔冷汗 只要一個腳滑 大樓距離地面 可是有六層樓高 地點在台74號 急軒橋下 站車公園附近建案 工程人員坐電梯上頂樓 想不通男子到底是怎麼爬上去的 因為地面跟莫自行裝飾建築 還有五公尺裸叉 都頭走進去嗎 對啊 我不看他走進去 三個啦 三個小孩 在那裡他自己攝影 看到的時候我都慌了啦 因為真的太危險了 這個掉下去是真的會 真的會出事 根據了解 杜信跑酷玩家趁工班還沒上班 清晨六點多 就跑到大樓建案 拍攝影片 看起來刺激卻可能觸發 該跑酷玩家之行為 如未經建商同意 擅自進入無人居住建物中拍攝 涉嫌違反刑法侵入住居罪 及社會秩序違法第74條第二款 跑酷男子本身是個教練 時常在抖音上 發布練習影片 地點大多在公園內或大學校園 但這次私闖建案引發爭議 警方會通知他道案說明 畢竟出了意外 真的是害人害己 水柱噴灑水公園 小朋友玩瘋了 用衣水槍道具備好 要來大玩一波 還有台中水樂園 九點半入園這一刻 民眾用跑的衝刺入場 就想立刻跳進水池裡 任由人工海浪陣陣拍打 這一秒暑氣喧嚴 還有白色泡泡從天而降 從頭涼到腳 業者預估期末考後第一個週末 人潮將突破萬人 比上週多出兩成 而同樣是清涼玩水 雲林氣墊溜滑梯 孩子們往下溜在水池中 漸起水花 還有小寶寶套著駁圈 在湧池裡飄啊飄 模樣好享受 但爸媽站在池邊 又是撐傘又是戴帽 曬到臉都紅了 很曬 媽媽是覺得很曬 小孩不會 難得要迎接夏天嘛 全台像是紅通通 烤番薯紅到發紫 高溫甚至可能達到38度 而悶熱天氣到中午過後 將截然不同 要留意在大臺北的平地 中部的平地 也有可能會出現 比較明顯的雨次 未來一週典型的夏季形態 上午天氣悶熱 但午後熱力增強 山區對流發展旺盛 小心雷雨襲擊 造成災情 早上十點多 還沒到午餐時間 自住餐店 檯面上幾十種菜色擺滿滿 民眾拿起夾子 把便當盒裝滿 因為價錢實在太佛心 全街上的自住餐 它最佛心來源 它就是誰剩多 它就算便宜 網友破文分享便當 夾了胡瓜 苦瓜 空心菜 鹹豬肉等五種配菜 加上份量不少的白飯 還有一隻超大乳雞腿 竟然只要六十元佛心價 讓網友直呼騙人的爸 大雞腿也怎麼可能 有抱七十的二十五塊 像我這個的話 二十也是二十五塊 這個三十五塊 三十五塊 這下網友全被打臉 因為六十元雞腿便當洗精 地點在雲林湖偉大學校區附近 老闆娘照顧學生 手頭比較緊 菜色便宜又大碗 培養一群死中顧客 雲林島六也有一間佛心便當 外帶民眾絡意不絕 旁邊大桌上還有超大訂單 一個主菜五個配菜 也是便宜到很誇張 業者考量在地有不少老人家 吃不了這麼多 吃多少夾多少 最便宜一個便當 五菜加白飯只要三十元 物價高漲的時代 便當業者不求利潤 只求顧客能吃飽 讓人心懷感恩 記者六斤盧 盧俊傑 李明傑